2000多的金色蓝珠子 我们把它砸开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家好我是老蒋 前两天有个大哥找到我 说他最近一直在看我们的视频 但是他越看越感觉 他手里的这一双金色蓝珠子 跟我们视频里面讲的似乎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给我寄了过来 让我们帮他看一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 那现在我们先把它拆开 你感觉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吧 真的 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看起来金色还蛮好 那你拍这么久视频白拍的 假的 这么看的话可能不是很明显 我们拿一双对比一下 他这种花纹朦朦朦朦的 发现没有 很朦 他没有 没有立体感 这种光泽 这个是油漆 这种光泽就是靠油漆漆出来的 这个光泽就是抛光抛出来的 我们近一点看一串 找一颗给你看一下 看他这个金色之间的间隔 有点变化 有点变化是吧 明显不一样 我们这么两串摆在一起的话 应该就还是看得出这个区别的 当然金色蓝它也有这种颜色的 颜色不是最关键的 关键就是它这个光泽度立体感 它所谓的花纹感觉都是停留在表面的 没有透进去 而且一点香味都没有 金色蓝它就有一个独特的香味 好现在我们基本可以断裂 这一团珠子是假的 但是我决定给它砸开看一下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当然砸开之前 可能要先征求一下大哥的同意 你这个珠子我收到了 刚才拆开看了一下 看到了是吧 对对对看到了 我现在有个好消息有个坏消息吧 你先听哪个 先听坏消息吧 先听坏消息 坏消息 坏消息就是你这双珠子是假的 我现在初步估计 初步估计是假的 假的 你确定吗 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说的好消息 我准备等一下把它砸开 因为我刚好在拍视频 把它砸开 回头 回头你去看一下视频吧 应该看到这个视频以后 可能你就不会再上当了 我把它砸了 我把它砸开真的都坏 万一砸个是真的的话 如果我砸开以后 万一是真的 你这个多少钱买的 我就赔你一双 然后再送你一双 你这多少钱的 我这个当时买到2000多 2000多 你是不是想黑我 开玩笑 行没关系 反正你这个 大概率是争不了 等下我把它砸开吧 回头你去看一下 可以 好 那你回头有空你去看一下视频 我先把它砸了 先这样 好 好 2000多的柱子 等下我把它砸开看一下 砸不烂 等下把桌子砸烂了 还是没砸烂 放在地板上面看一下 起来怪了 砸不烂 这种情况就有一个可能 就是用那个药水煮过 煮了以后 它这个木头的木性 已经被破坏掉了 非常的绵柔了 现在砸都砸不开了 好 好 看一下 明显的看到里面是白色的 外面是黄色的 而且它我感觉这个已经不像是木头了 垂都垂不烂 当然这么垂的话肯定是没有说服力 我们把这一串也除了垂来看一下 整串垂的话 不大可能 垂一个配珠吧 垂一个配珠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垂开的这一颗 很香 看来对比一下 明显不一样啊 它这种花纹都是在表面的 看到没有 都是在表面的 外面看到有这种水波 但里面是平平的 但是金丝楠木的话 它的每一条水波里面 每一条水波进去 里面都是这种褶皱 就是这么切过去到它才有水波纹 因为它的水波纹都是挤压出来的 非常的亮 两颗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好了 现在看在这里应该很明显了 这两千多块钱省了不用赔了 但是像这么一双珠子的话 其实从这个功能上来讲 它也是有一定价值的 我们平时工作完成 晚上回家以后自己盘一下 让自己心静一下 所以说功能上来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它也是有一定价值的 只是说花的这个价格的话 它是肯定是有点不值了 但是既然砸了别人的珠子 肯定还是要送它一串吧 但是像这种的话 肯定是送不起 我们给它弄一串普通一点的 我们从这里面看 能不能挑一串送给它 像这种珠子 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 就是比较普通的了 这种珠子我们一般也不单独拿出来卖 一般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 发到那些比如说旅游景点 让它们去卖 我们自己卖的话 一般都喜欢弄这种经典一点的 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普通 如果说用的材料的话 其实也是还蛮讲究的 我拿一块料给大家对比一下 我们就拿这块料来说吧 像这么一块料 如果从材料来讲 然后我们把它做茶盘 其实它的画纹是非常漂亮的 像这个地方有龙胆纹 这边有水波纹 画纹看起来非常的密 但是如果说我们因为一串珠子 珠子它像这种的话 它是2.0的 我们以一个大拇指为准 放在这里 你看 车好以后就只有两条水波 两条水波的珠子大概就是什么样 我们这么一颗珠子 它都有三条水波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拿这个区域来车 车出来就只有这种水平 我们如果想车出这种珠子 这一块料可能车不出来 一颗都车不出来 像这种级别 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 基本上五六条水波的 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 基本上就车不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拿这个料去车珠子的话 取最好的地方 也就是这种等级的 也就是这种等级的 像这种珠子如果我们自己卖的话 一般就是几百块钱一串 所以卖没有什么意思 我们一般都是一包一包的 一批一批的卖 等下就从这里 就拿这一串吧 这一串好像还可以 你看带一点这种龙胆纹 类似就是这个花纹吧 大概就是这个花纹 好就把这串珠子送给他吧 最后再带大家看一下 各种不同花纹的金丝栏目 我们这个第一串叫大龙胆 第二串叫水波纹 也叫大西瓜 第三串是葡萄柳 所有花纹里面最稀有的 第四串叫小龙胆 它的花纹非常密 第五串是乌木水波纹 立体感非常强 第六串是乌木硫巴 同样非常的稀有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珠子摆在面前 你最想要哪一串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木头 麻烦给老江点赞收藏加关注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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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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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